大家好, 又來到StarTalk的時間 首次我們今集的嘉賓有鄭國剛老師 鄭Sir, 你好 大家好 很久沒見了, 鄭Sir 七年了, 是嗎 有七年了, 鄭Sir很深水清 七年前真的做了45週年的演唱會 作品展 兩年前, 即是50週年時 原本也很想表演 因為疫情的關係 是的, 很害怕 因為當時, 我說明年已經50週年 那時已經開始害怕 到時怎樣, 已經幾十歲了 不知道能否等到, 也害怕 等到, 也很開心 但醫管又說疫情關係 借了去打針 那一年, 糟了 那一年還擔心, 再大一年 結果幸好, 等下一年, 等下一年 都等到今時今日 也很難得, 今次說一搞表演 很多朋友立刻要支持, 是嗎 是呀, 很辛苦的 他們說疫情三年而已 其實幾乎是五年裏面 他們的演出, 各樣東西都受到一定的限制 突然間現在國內又開放, 市場又開放 大家都極之極之忙, 可以說歌聲朋友 很難很難得, 他們真是可以抽空一個旗 來幫我做, 幫我手 還有, 阿林, 李隆基, 葉振棠 林哲美, 有些又在第二處回來的 是, Roof, 郭佑德 陳美玲, 在日本過來 真的很不容易, 很感謝他 很多都是原唱 有些原唱, 有些還是翻唱 好像金蕭多珍重, 譚家儀有翻唱 對, 真的很開心 開心就是可以再見朋友 因為朋友, 他們好像比我更開心 本身, 鄭Sir, 你對文字創作和音樂 都很有興趣, 還是入行寫歌詞 都是不打不撞的 從小到大都喜歡自己 把文字放在旋律上 很小時候, 我自己上學 我是在灣仔, 住的 讀書是在聖女師, 是在西營盤 灣仔和西營盤, 是一個很長的路 我喜歡自己早點起床, 上學 我喜歡走回學校 一邊走, 一邊唱歌 因為我是很沒有記性的 我看完那些東西, 我那頭就不記得 自己砌一些字 然後再製作一點 這是我一個很好的基礎 是, 回顧鄭Sir你的音樂作品 其實都分了很多類 有儀歌, 當然也有流行曲 流行曲當中也包括一些情歌 荔枝有鼓勵性的作品 荔枝歌曲真的有很多 如果我把一些理念放在我的歌詞裡 這些歌詞能夠流行的話 是真的會感動到其他很多很多人 自己稍為偏心一點 就是阿信的故事 命運是對手, 永不低頭 我覺得好像是我們 一路要堅持的一個態度 人家說我是荔枝詞人 其實我是鼓勵自己 自己是一個很沒有膽 很細膽的人 我經常要自己鼓勵自己 有一個很好的故事 我有一次在尖沙咀裡 跟太太喝茶 有個年輕人走來 多謝你, 鄭Sir 原來那個真是我小熊的學生 他告訴我一個故事 他說他本來出來工作 是遇到很多很不愉快的遭遇 令到他把自己收收賣 所謂責籃 他連爸爸媽媽都不見 收藏了自己兩年的時間 他說有一晚 他聽到陳百強的一首歌 他叫《飛出去》 他很感動 他第二天就馬上去買報紙 去找工作 他發覺自己不再應該封閉自己 接著見爸爸 重新再生活 歌曲有一些副作用 是我們自己不覺得的 這是一個真實故事 我知道情歌也有的 但相對來說 我感覺上少一點 是否你都會覺得 如果情歌這些 交給詹叔那些寫 就比較適合一點 你的說法是有一定的道理 但愛情是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他們生活經驗豐富 他可以寫得更深刻的愛情 是 我在這方面比較淺薄 但我周圍的朋友 都有很多不同的愛情故事 他們和我分享了各式各樣的愛情故事 對我來說都是很豐富 所以我寫起Danny 就是蔡豐華 林志美 林志美 他們各個年輕的歌手 他們的愛情觀 都有一個特別吸引人的地方 情是有很多不同的層次 不一定是黃尖或盧角尖 才是叫做愛情故事 尖叔還有盧角尖老師 其實你們三位是大師級人馬 你們之間的關係是怎樣 大師級我相信只有黃尖可以擔當得起 他們兩位都是我學習的對象 當時我們三個人都很努力推動樂壇 認真的敵對是沒有的 沒有爭過 我們只是好像盧角尖所說 我們三個就好像三個武林高手 各自出招 這好東西 我們看看怎樣可以破解到 黃尖唱有一首二歌 《世界珍世》少少少 真是好到不得了 我想一下如果我有機會寫 我會怎樣寫呢 有機會再為小時候寫劇集主題曲 我就想 少少的宇宙 比世界大 我覺得是很好玩的 就是好像盧角尖 他有一些成熟的一對戀人 要分手 那種感覺寫得很盜慾 我怎樣可以這樣寫呢 於是乎到我和徐小鳳寫一首歌的時候 我寫了《無奈》 《無奈》出了街之後 小鳳姐告訴我 她說她外國的朋友打電話來問她 她說邪惡哥的名字很大元幾 那時候我只是中年而已 我發覺有時學習是很重要的 虛心一點的態度 去接受別人的作品 在你一些手稿 就會發現到其實有很多個歌名 本身也不是現在出街的歌名 因為今天也帶了很多首歌 這是《樂日晚霞》 是阿Nam的一首歌 究竟《樂日晚霞》變了什麼呢 這是我幾乎第一首跟阿Nam寫的歌 叫《我要走天雅》 即是出街的時候 名字叫《我要走天雅》 這些情況是很常見的 因為唱片公司有時候 都會給一些很好的意見 也會問過你,是嗎 不會吧 不會的 因為當時的唱片業是很蓬勃的 是… 他們很趕的 即是出版的唱片 是分了必真的 所以他們覺得適合他們便做 手稿寫著《赤的而畫》 《赤的而畫》 原來原來是《赤色》 那是日本歌 原來的名字叫《赤色》 因為劇名為《赤的而畫》 所以改為《赤的而畫》 張國榮的《龍本多情》 《龍本多情》劇集主題曲 出來之後 本來的歌名叫《一串夢》 《情愛好象》《一串夢》 歌名叫《一串夢》 但因為要宣傳的關係 蔡兵公司就用了《龍本多情》 當年陳百強一首歌《赤彩》 其實我原來叫《古舞》 是 因為我經常都在訪問上提到 結果現在大家都可以接受 這首歌是有兩個名字 是 一個就是《古舞》 一個就是《赤彩》 《愛像青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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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黎路上》 《愛像青苔》 其中一句歌詞是 就是《愛像青苔》 在心裡慢慢地生長 蓋滿了整個心 第一句就是《黎路上》 所以他們通常都用《黎路上》 當年和關政傑寫的第一首廣東歌 我本來叫《蜜堂兒》 是 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 他們發覺第一句歌詞是 我心喜歡你 於是就說 不如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我心喜歡你 跟這個一樣 《黎路上》 那時候人們流行怎麼唱 是 如果這首歌叫做 我心喜歡你 大家會 會穿腳一點 會穿腳一點 沒有法子 因為到底唱片 都是一個商品 商業的頭腦 是跟創作人真的有些分別 也有他的優點 他們會用很多適當的方法 去幫這首歌宣傳 都是好事 其實你覺得哪一類型的歌詞 你是喜歡寫一些 或者是容易寫一些 對我來說 沒什麼需要選擇 很喜歡有新的挑戰 有些我完全未接觸過的 旋律的曲風 對我來說是一個新的啟發 舉例如Teddy Robin的《點子冰冰》 Teddy的音樂是很重型的 我自己從小到大都是聽粵曲 這類的音樂我是很陌生的 但我又發覺好玩的 給了我一個創作上很大的衝擊 如果有時候我們歌詞有不足的地方 他們用他們的技巧去補救 或者他們覺得某些地方是需要改變的 他們可以給予我們意見 在一個互動的情況之下 令作品更加成熟 等待 等待被Danny唱 他唱完之後就給我電話 他說鄭Sir 最後那兩個字 苦困 苦字 他覺得發音不太響 他錄音的時候 就把苦字改為哀 哀困 哀字響很多 我覺得這些是我們音樂上 跟一個很好的合作 歌曲交到我的手 我也想想歌手是怎樣的形象 好像我跟Nam寫 誰能明白我 圖人回望我 因為我的怪形象 如果你寫給張國榮 就罵死你 Nam很喜歡歐陸的歌曲 他的旋律是很奇怪的 好像《夏里巴巴》 《奧運在莫斯科》 或者《狂歡》 那些《以色列文歌》 哇 簡直奇妙到奇怪到沒有人有 完全不知道怎樣去掌握 但我覺得是一個 給我學習的很好的機會 結果都是一件一件這樣 激破了 我的信念就是 別人信得過你 交這件事給你做 為什麼自己信不過自己 聽你這樣說 其實每一次有一個新的項目 你都會接手去做 你從來沒有推過工作 推的? 我都有的 好像利馬鬥這個宗教劇 是一個嚴肅的製作 是 宗教劇 不可以有閃失的 因為一有錯 那個牽連很大 擔心我的能力是負擔不起的 我推了劉松仁 推了一次 我說這樣吧 不如你找人做了之後 我擔心那個歌詞 因為我都擔心我的能力 不能上升 推一次 再推一次 第三次 他找了你幾次 我都還說 我真的很想你做 既然是這樣就做 這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力 於是我就硬著頭皮 結果做了 這個階段 你自己有什麼想法 或者心態上是怎樣的 我是九零年代開始 已經漸漸淡出了流行曲 慢慢慢慢已經發覺 交了棒 已經是交完一代又一代 交完一代又一代 如果我們寫來講 很難再講 叫做流行曲 是我們那個年代的流行曲 好像那種徐想曲 那樣說 前望我不愛讀懷舊 我是想明天有些什麼要做 很託賴 還是不斷不斷有不同的工作 轉了做寫歌劇 寫粵劇 寫一些兒童劇 寫一些兒童劇 各樣東西 不託賴 希望自己還是能夠有能力 還是有精神去處理這些問題 到我不能做的時候 想不休都要休 希望多些不同的發表 成你貴言 多謝你 謝你 謝謝